歡迎收看趨勢新指標 我是黃紫冬 那今天是星期五 來 我們說每次遇到星期五 我們大家今天就來輕鬆一下 首先 我來問一下投資朋友 今天這種盤勢 你覺得表現得好不好看 大部分的投資朋友應該說 老師超級難看 今天是一個開高走低 尤其貴買指數 貴買指數更是跌到平盤之下 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今天的行情就跟昨天是倒過來 昨天是貴買指數比較強 加權指數比較弱 今天倒過來 加權指數稍強 貴買指數偏弱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再怎麼樣講 今天到了尾盤 中場還是以上漲107點做收 反而是今天這樣的行情 我認為好的買進的時機點 不是出現在早盤 是出現在尾盤 以及下個禮拜一 因為今天完成了一件很漂亮的事情 叫做賣壓宣洩 反倒是我認為今天一開盤 就先給你跳空開高300點 這個部分不合理 為什麼不合理 因為大家昨天看到美股 好漂亮 美股四大指數是上漲的 這一段結尖甚至我們台股 比美股還要更兇悍 看到這個新聞消息 蘋果盤後大漲 這個盤後大漲 我認為和我們台股的連動 比較沒有什麼 為什麼這樣講 第一個 第二季它是營收的降幅 沒有像想像中預期的這麼糟 這個部分你頂多說 對於蘋果的股價來講是止跌 蘋果盤後的股價會上漲 是因為第二個原因 宣布史上最大1000億 庫藏股計畫 問一下 蘋果因為他們美股也平常也不發股息 通常連巴菲特都認同 應該是執行一些庫藏股的計畫 請問蘋果執行庫藏股 美股執行庫藏股 和我們台灣的基本面 有沒有什麼關係 想一想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今天早上的這個開盤的跳空 它是一個陷阱題 投資朋友在這個地方 千萬不要買進一些本夢比相關的個股 因為就算是美股漲的是本夢比 也是因為人家實施庫藏股 相反的我認為投資朋友 這一段我們也不跟你講一些花言巧語 我們就是跟你講實實在在的操作 你應該怎麼樣去找本益比相關的個股 那講到本益比 今天雖然是開高走低 但是能不能夠讓投資朋友有所收穫 我們先來講一下營建股的部分 這個也算是我們台股美麗的錯誤了 電子股前一段期間稍微比較震盪 比較偏向於休息 這個概念我們之前有講過 這是每年的老戲 5月有一些小資族或者是中石戶 他們要繳稅 繳稅通常你會把什麼樣的股票做一個了結 原本你就規劃做短 如果一檔個股你本身是要報個10年20年 你會因為今年要繳稅 隨隨便便的就賣股嗎 也不會 所以會有一些賣股求限 去繳稅這樣的現象的個股 通常原本就是發生在電子股 尤其是大家心目中本來操作這一檔 就是偏向於短線 如果你持有傳產股大部分是偏向於中長線 金融股也是如此 所以我們說美利的錯誤 結果還是美利的 當然有一些個股今天如果我們換算一下 本一筆有沒有基本面 其實有一些個股是有的 之前我們就跟投資朋友做一個 建案的推案比一筆 你會發現迎進股這段期間很強勢 應該就有人找一下 那到底2023年哪些建商最賺錢 他們推的案量最多 第八名的5522的遠雄 稍微看一下5522的遠雄 今天依然是不是鎖一根漲停板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今天有一些營建股 好像漲跌不一 但是這一份表應該你是從2024年年初 你應該就能夠統計吧 對不對 公開資訊 不是我們操盤市專門獨有的新聞消息 是大家都能夠看到這一份表 然後5522的遠雄 也有一部分是因為他去年有一些 建案有一些推案 因為一些實質上面的問題 推案的時間點往後延遲 往後延遲我們說有時候也不是壞事 而是他營收任列的時間點 往後做一個延伸 因為現在採取的是完工比例入障法 2025、2026是他入障的高峰期 既然是他入障的高峰期 股價的高峰期會怎麼樣 我們講的是股價 會到營收的高峰期 再往前回推個三個月到半年 因為他們的建案賣得好不好 裡面的人自己知道 代銷自己很清楚 所以5522的遠雄 我們就是在跟投資朋友做一個分享 不是說現在的營建股資產股 你全部都要做一個了結 有一些基本的持股 我認為接下來還是有行情 因為沒有繳稅的問題 甚至我們說來做一個超級比一比 2540的i30來一檔一檔的看 今天股價表現的也還可以 那這一檔量就比較小 大同的老闆三元建設王光祥 也是他的 4416來看一下 今天股價表現的也還可以 這一檔我們就不多做介紹 因為這一檔的量能比較不足 另外一檔才是重頭戲 因為從去年開始 為什麼我投資朋友這個地方 多個題材同時湧入到營建股 一個是因為四月的地震 另外一個是怎麼樣 法規這個部分 新青年法案的這個部分改變了 那這個法案其實只是做一個小調整 因為原本就有貸款的補助 原本是說上限是800萬 對不對現在拉高到1000萬 就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仔細思考一下 我認為最受惠的應該是在於一些 中小坪數了 因為今天如果你是一個過億的豪宅 給你一個補助 從800萬最高你的貸款上限 從800到1000 好像等於是沒有拉高一樣 因為你的這個地方 你要繳的費用是上億 給你從800萬拉高到1000萬 好像沒有什麼特色 另外一個我們講 如果你講的原本就是一個超小的頻數 總價在800萬以下 那你本來貸款就不需要到800萬 給你貸到1000萬 好像也不需要 所以大約我們說真正受惠的房型 大約是總價會落在1200萬到1500萬之間 這個是最大受惠的房型 所以講回來 這個房型會出現在哪裡 要嘛就是你的每頻 大約單價是在100萬以下 不然就是台北了 講蛋白區 中小型的頻數 所以5522的遠雄 排名第八 原因就是因為在台中西屯 有一個遠雄流運 這樣的一個建案 所以回推 為什麼有一些營建股 還能夠持續上漲 這個部分講的比較細 也有點偏離我們這類型的節目 但是跟投資朋友做一下科普 這沒問題來 講完遠雄 還有另外一家建設公司 重點放在台中跟高雄 所以今天開個小玩笑 台積電沒漲 但是我們還是要感謝台積電 為什麼帶動周邊的房價 瞄一下 所以今天你會看到相關的族群 都還沒有結束 所以房地產為什麼有一些 目前為止有一些營建股開始修正 有一些沒有 再看最後一檔 6177的達利建設 今天是不是表現得也還不錯 為什麼有一些營建股 後面是殺尾盤 有一些選擇拉尾盤 原因在這裡 所以資產股 營建股 我們在這個地方 跟投資朋友做一個分享 好就講到這個地方 因為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應該還是在等待電子股 資金的回流 所以我們節目的重心 當然還是擺在電子股 尤其是我們的測標 蒙虎4號即將出爐 那資金目前為止 有開始從傳產 移回來電子這樣的跡象 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應該最開心 所以今天我們要跟你分享一檔 蒙虎4號 那這個蒙虎4號 我們進場的時間點 今天 所以下個禮拜 我認為投資朋友還有機會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說維護一下會員的權益 我們講兩個最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 這一檔個股是什麼產業 封測族群 等一下我們會來仔細介紹 封測族群 同時來看一下這一檔個股 我們也做一個劇透 它目前為止 我們買進的原因 其中一個是它目前為止的 本益比還只有12倍 現在台股的基期是在2萬點 你要找20倍以下的好公司 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今天有一家公司 它目前為止的股價 換算本益比只有12倍 是不是你的好機會 你應該也做出一個答案 稱之為蒙虎4號 第一個如果以基本面來看 剛剛節目一開始我們講 即使是營建股也一樣 資產股也一樣 都不要去追高 不是看到哪一間公司有新聞題材 你就去追哪一間 這樣子其實說真的 長期以來 讓你抓到一兩根 都有可能 但是不會成為長期的贏家 用我們親身的經歷 來跟你做一個分享 所以回過頭來第一件事情 挑本益比低的 第二件事情 這一段期間 我們說它是電子股 封測族群 但是喔 主力是站在買方 就是不要有什麼奇奇怪怪 影響籌碼的事情出現 不要有什麼 怎麼忠實戶需要繳稅 等等的奇怪的原因 都不要有 而是你進場的時候 你發現你跟主力站在同一邊 這個就是你要的吧 所以我們給他一個蒙虎4號 蒙虎3號哪裡去了 蒙虎3號其實以多方結構來講 表現的也還算不錯 記不記得當初我們跟你分享 第一個 我們先做資產股 先做重電族群 重電族群 我們現在的會員 都已經沒有持有了 今天看到一個 一個法案的修正 我們認為這個只是 鴨死駱駝的一根小稻草而已 重電族群本來就偏向於修正 所以看我們的節目的忠實 觀眾朋友也要注意我們 產業的輪動 蒙虎1號是大同 蒙虎2號是泰塑 泰塑這一檔 目前為止我們還持有 即使他今天股價表現的不怎麼樣 但是有我們就說有 來 這一檔個股目前為止了 我們當初從第一檔開始佈局 這個禮拜 在4月29號的時候股價也曾經一波的小創高 尊重一下技術現行 前波的套牢賣壓會稍微消化一下 但是經歷了兩個月其實也消化的差不多 所以修正過了之後 第一個我們第一檔開始佈局 已經立於不敗之地了 這一段整體的結構還是多方結構是沒有改變的 所以蒙虎2號族群是散熱 這一檔個股我們還是持有的 而蒙虎3號前兩天我們也做一個先排的動作 就是這一檔 4月25號的時候我認為買點浮現 節目上做一個公開 這一檔 因為它最大的客戶 誰 聯發科 來 先來瞄一下2454的聯發科 這段期間應該已經沒有人在注意聯發科了 我們說聯發科這一段期間 它的修正幅度會比較大 是大家可能在想到說 你在於消費市場上面的衰退 好像還彌補不了伺服器領域 這個解法對的 是沒有錯的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2454的聯發科 其實它以前的股性本來就偏向於溫吞 是去年因為大草特草AI相關的族群 2454的聯發科 可以給你從600多塊錢 短短的經過了兩三季的時間 拉到1200塊 聯發科漲一倍 後面你需要的籌碼動能 是需要多麼的龐大 所以前面有一點太重投資朋友了 進行一個比較大級數的修正 所以如果以大級數來看 這段期間 聯發科還是多方結構 前波的密集交易區 到這個地方做一個止跌 有沒有感受到這個氛圍 市場上面的資金 慢慢的從這些 傳產股營建股 又重新回到電子股的懷抱 因為今天不管你是從被動元件 銅波板也好 你都發現一件事情 好像網通消費型市場 目前為止在做一個回穩的動作 股價先行反應 2454的聯發科 所以為什麼回來解讀 現在的大盤是有稱的 然後回過頭來看 相關的封測族群 6257的細格 人家最大的客戶本來就是聯發科 這一段我們說 從去年的年底 那這一段如果你想要幫我們拿掉 你說老師哪有人算績效 把去年的也算進來 甚至你說現在已經是第二季了 第一季的績效也必須拿掉 都沒有問題 加總起來這一檔老朋友 從去年的12月開始 因為我們算今年的績效 這一檔你說 老師這一檔分段操作加起來 40幾%的績效 好像也還好對不對 但是這一檔 我們跟投資朋友做一個分享 在我心目中 它基本上可以算是一個股市送分題 所以你等下一次 因為這一段 像6257的細格 如果你去看 你說它今天 好像也跟著大盤一樣 有一波小賣壓 這麼看有一點不公平 因為人家昨天 我們說加權指數表現的沒有這麼好看 人家還給你創一個波段高 所以它有創高 是因為它發生的時間點更早 是昨天突破了一個新高 站在多方能不能夠獲利 當然沒有問題 下一次你等機會 當然你覺得說還要研究這些技術現行 好麻煩 不妨跟著我們的腳步操作 為什麼說它是股市送分題 6257的細格 就是乖乖黏著 之前我們在介紹 猛虎3號的時候 我們說 只要站回到多空線 站回到季線 閉著眼睛買 這一家公司送分題給你 來 6257的細格 每一段都是獲利我們的老朋友 所以昨天創高 你等下一次的機會 多方結構是沒有改變的 尤其是配合它的客戶 連發科 股價做一個止跌回升 後面是有機會的 當然你說 要帶我們切入的 當然就不會是這一檔 猛虎3號 而是猛虎4號 猛虎4號 你聽完了封測族群 6257細格的故事 來 你對於封測族群 講求穩健度 當然你也可以講求一下報酬率 這一檔 也不會輸給其他三檔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跟投資朋友 完整的做一個分享 第一個 資金的輪動 跟你分享完營建股 你要怎麼把資金做一個抽離 哪些個股可以報 哪些個股你必須要賣 賣完的資金 重新回到電子股 重新回到電子股 這樣講也很空泛 你應該回到哪一個族群 哪一檔個股 今天我們一次跟你做一個分享 節目的上半段 我們當然是對會員做一個交代 還不會先排 今天才買進 族群告訴你了 本益筆告訴你了 如果你可以找得到 也恭喜投資朋友 後面我們就持續追蹤 猛虎4號跟您做一個分享 等一下中間廣告休息時間 如果有興趣的 可以加入我們的LINE 可以撥通電話 我們互相討論交流一下 討論交流而已 是不會跟您收個費用 就當我們交個朋友 所以中間廣告休息時間 有興趣的歡迎動作 我們先進廣告 運達投顧 運達投顧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智慧、經驗、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好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那節目的下半段 我們先額外補充一件事情 來如果投資朋友有興趣 這一段期間 就算是你操作不順也好 你自己操作很順也好 如果你是偷看我們的節目 有賺錢也好 都歡迎你 如果你還沒有加入 或者是你想知道蒙古4號 想問一下老師 個人的持股狀況都沒有問題 歡迎你掃描我們的QR Code 老師也沒有小氣 你天天都找得到我 我們的QR Code就放在旁邊 如果你是習慣用打字搜尋的話 你也可以用搜尋的方式 因為現在假帳號太多了 請你搜尋FGT-0262 我們LINE AT官方帳號只有這麼唯一一個 搜尋的時候記得前面加個小老鼠 因為我們是官方帳號 所以需要加一個AT 如果你用打字的方式做一個搜尋的話 加入進來也不要害羞 跟老師打一聲騷呼 傳個貼圖 這樣我們才能跟您做一對一的互動 如果你是有一些專業的問題 持股的問題 本人 我也不喜歡說把這個事情交給助理 親自做一個回覆 因為你的股票我都會幫您看 好這個部分額外化 如果你已經是忠實的粉絲 應該都已經是有加入進來了 新朋友也歡迎 講完這個部分 拉回來講一件事情 剛剛我們節目的上半段 跟你講到聯發科 來 就這個部分 之前我們還很納悶 為什麼四月底的時候 有些人把它當成利空 第一個 美國的三大科技廠 就是在講怎麼樣 資料中心 四大資料中心裡面的其中三家 全部都說要調高資本支出 這件事情就跟一開始 我們跟你分享的蘋果 完全倒過來 蘋果執行庫廠股 那是他家的事情 蘋果股價會不會漲 會漲 但是會不會連動到台股 不會 相反的 你還記不記得 當初四月底的時候 Meta公布他的手記財寶 是優於預期的 但是他講了幾句話 第一個 可能在VR頭盔這個部分 還沒有辦法有具體的獲利 這件事情 本來這一兩年會做股票的人 應該都做AI 沒有人做元宇宙吧 對不對 第二件事情 他增加了資本支出 對於我們台場而言 是天大的利多 利多在哪一個族群 其中一檔就是聯發科 之前我們也剛剛 投資朋友整理的這張表 Meta在這個地方 公布他們財報之後 我們也馬上把重點族群 全部一個一個的都抓出來 也跟您分享 我們手上有哪幾檔個股 首先 當初我們是不是這樣子講 來 資料運算的部分 因為存儲 講的就是記憶體 你要放在運算 其實也是可以的 我們手上只有的是 4967的十全 4967的十全 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小可惜了 今天就是一個小跳空 原本今天 如果我們時間點再回看 去年開始修正 去年曾經拉過一波 高點在11月 去年11月 今天早上一開盤 氣勢如紅到了盤中 硬生生的過去 後面收了一個小上影線 其實這個地方也是好事 表示對於後面進來的投資朋友而言 你還是有機會 重點是記憶體這個族群 本益比其實原本也不高 有一些送分題在等著您 本益比20倍以下的 其實還有 4967的十全 今天過高 我們手上的持股 來有沒有跟您驗證 資料中心的資本支出 快速做一個攀升 對於我們台廠而言 是一件好事情 另外一個族群 我相信投資朋友 你今天應該有看到新聞消息 銅伯板 之前我們有講過嘛 投資朋友之前 還有點納悶 之前我們就跟您分享過 當初倫敦銅價 在這個地方一波的上來 有些人會講 長線而言 對於這些銅伯板廠商 對他們來講 不是一個利空嗎 就這個部分解讀是對的 但是我們講 如果今天到過來 是因為資料中心的 資本支出攀升 帶動了銅伯的需求量 那銅價上漲其實回推 像今天氣勢如虹 銅伯板也跟你講 要開始漲價了 能不能夠抵銅 銅價上漲的利空 答案是可以的 所以資料中心的資本支出 攀升 這個美股上漲的 這個氣勢跟空間 跟我們台股才有關係 後面慢慢的會去連動 今天節目時間不太夠 連到資料傳輸 連到CPU 矽光紙共同封裝 有幾檔個股 今天表現得還是不錯 到了最後 就會是封測族群的天下 所以這一檔個股 目前為止本益比只有12倍 為什麼 大家都還沒有注意到 這就是你切入的最佳時間點 請投資朋友好好把握 覺得找不出來的話也沒關係 跟著我們的腳步進行操作 節目時間就到這個地方 祝投資朋友週末休假愉快 我們下週見 本投股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各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